我们知道有战争与和平这本书 那战争与工业这本书呢 也一样的波澜壮阔 那这本书 它填补了国内历史研究的一段空白 严鹏老师他是历史系的 他说呢 大部分学者对抗战时期的中国工业没有兴趣 为什么 因为认为那时候就是一片混乱 中国工业一无是处 没有线索 从而造成了这个研究的空白 从而也就是思想的空白 那严鹏老师呢 填补了这个空白 波澜壮阔 我看下来我觉得 这像是一首抗战时代 中国工业的冰与火之歌 它的主角不是那些帝王将相 而是机器 严鹏老师他毕竟不是写演艺小说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他的博士论文 还有经济学的研究的目的 这本书的全称其实是叫战争与工业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演化 他想研究经济和战争的问题 那最好不应该是选择军工业吗 但是阳鹏老师说呢 军工业不太好分析 因为军工业主要生产消耗品 炮弹子弹 打出去就没了 而且受到战争的影响太大 战时会拼命生产 平时就不生产 而装备制造业不同 他具有军民两用性质 汽车轮船机床 打仗的时候要用 和平时期也要用 他能在和平和战争之间灵活的切换 所以他也可以用一般的经济规律 去统计去衡量 装备包括比如车床 电机 车辆 那本书有大量的图表 编室资料 我不知道阳鹏老师去查了多少资料 经常看到里面 有某个机器厂的零件 管件 生产的每年的数量都给列出来 所以这本书有非常高的数据参考价值 阳鹏老师首先用数字来呈现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各国的装备制造力量的差距 中国和日本的装备制造业的差距 体现之一 就是工人数量的巨大差距 差了整整一个数量级 而且别人 每个工人的生产效率 还要比你的生产效率高 在数字背后 其实还有人的努力 那就是在这样巨大的差距之下 中国人还是坚持抗战 并且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那么对于这一段可歌可泣的 冰与火之歌 我只能截取几个瞬间 首先要讲一个故事 是渴望一台车床的故事 今天车床不是事 车床都已经卖不出价了 可是当时的中国人 想要得到一台车床 那是特别的困难 国民政府也非常明白母鸡的重要 母鸡就是能生出小机器的机器 中央机器厂是国营机器厂的老大 明生机器厂是四营机器厂的老大 当时明生机器厂 借钱投资给上海的中央机器厂 然后找他买车床 可是中央机器厂 一台车床一直造不出来 一直拖延 然后他们还写了道歉信 非常诚恳地向明生机器厂 请求原谅 我们要再拖一拖 可是拖着拖着 日本的轰炸机来 把中央机器厂的厂房 炸毁了一部分 所以车床一直就得不到 日军开始侵略之后 华北 华东 华南 国土 快速地沦丧 在这之前 国民党也做了一些准备 要进行一场 叫沿海工业的内迁运动 要把上海 北京 天津 他的制造业装备搬到内地去 有一位民国的思想家叫艳阳初 他就说 这个相当于一场中国工业的敦克尔克 制造装备的内迁也非常不容易 首先你要动员大家去搬迁 很多人会麻痹大意 比如上海的好多企业家就会说 他说以前128松户抗战的时候 我们企业也没有停工多久 我们这企业搬一趟 多花利息 花成本我不愿意 政府也麻痹大意 比如说宋子文家族 他控制了很多电厂 当时工程师要把电机设备拆下来 运到内陆 宋子文家族不同意 谁叫你们拆的 最后这些东西都留给了日本人 所以严鹏说 这就是平时的和平时期的经济人的理性计算 与战争形势下 你对经济的估算之间的矛盾 而战争洗礼了所谓的经济理性人 需要提一下的是 当时也有不计代价的企业家 比如卢作福和他的民生船运公司 当时民生船运公司掌握了长江航运 他把运费降到只有外资轮船的十分之一 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我看杨鹏老师的这本书 还有一个感触 就是在当时的中国 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 你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利 让你发展工业 处处受人制约 你不仅会被强敌日本人压迫 甚至也会被你的所谓的盟友压迫 比如国民党最大的机器厂 中央机器厂 它的资金来自于英国人 所以就处处受制于英国人 比如他一开始他非常想制造高端的工业品 可是到最后 因为英国人的制约 他也只能生产那种见效快的低端制造品 比如水管子 水桶 就类似于这些东西 有一位物理学家叫王守静 他就放弃了在国外留学的生活 放弃了优越的学术前途 回到祖国 他想要推动制造业的发展 他的梦想是制造航空发动机 那当然他也十分受到重用 当时在引进技术的时候 想要引进美国的发动机 那英国人就不干 就去唆使宋美龄 说我们要搞招标 大家知道一搞招标 这个事情就拖下来了 所以到最后呢 这个造发动机的事情也没有动静 那国民政府呢 也主张要自己造汽车 汽车方面呢 技术依靠德国 但搞到最后也只是 玩玩这个零件组装而已 那当时国民政府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叫资源委员会 有一些这个民主党派的人士来主持 让他们来规划工业资源 规划这个制造设备的内签 但是呢也非常的不成功 总总艰辛这本书里有讲 我觉得这本书很有意思的是 交代了不同地区的工业发展状况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时神州大陆 在抗战期间的地理板块 一个是日军占领区 又分为两块 华北和华中 汪维政权呢 主要是统治华中 华北基本上是日本人亲自掌握 还有东三省的韦满洲国 他相对独立 然后是国统区 大西南大西北 以及华南部分地区 最后就是共产党的根据地 比较散 延安以及敌后根据地 我们先来看这个敌战区的情况 或者说当时工业发展最好的地方 维满洲国 因为是日本人输入了他们的工业技术 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个是满铁的发展 满洲铁路 他们造船造车 造高速铁路 成绩斐然 那我们今天网络上呢 居然有一批满洲粉 非常崇拜这个维满洲国 但是我要提醒你们注意 杨鹏老师这本书里就写了一些很好的例子 因为当时的满洲国呢 并不把中国人当人 比如工厂里的核心车床 是不让中国人接触的 那抗战之后呢 无论是国民政府 还是共产党 接受了厂里的机器啊 居然没有工人会使用 机器的资料也全部销毁 或者带回日本 所以啊 就日本人呢 并不认满洲粉是自己的儿子 敌战区 还有华北和华中 两大部分 这本书里有一个数据统计 那在这个华中地区 中资企业的数量呢 它是日资企业的数量的2.7倍 数量多 但是资本只有对方的十分之一 产量是对方的四分之一 人数是三分之一 规模远远不如对方 都是一些小企业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还有一些中国企业 企业家他很有爱国性 比如日本人要他强迫他生产炮弹 他就干脆把企业关了 我不给你生产炮弹 我们不从政治的角度 仅仅从经济的角度分析 这本书说到日本人当时也有自己的思维局限 比如日本人原来是想让殖民地只承担生产轻工业品的作用 以及把原料输入到日本本岛 可是一旦战争开始 遭到敌对国的封锁 日本人才开始鼓励占领区发展工业 派出了指导大队 但是成果就比较少了 当时在万卫政权底下生存的中国厂商非常不容易 他们要获取订单 怎么办呢 去给日本工厂代工产品 然后贴上日本的品牌卖出去 这个里面大部分的利润都到日本厂商那里 中国企业只能得到很少的一部分利润 但是没有办法 你不依附于日资 你就没法生存下去 当时汪精卫手下的大汉奸周佛海 他还跑到满洲国去参观工厂 当时对满洲国大家欣赏 国统区是相对的还是有一些正规军的规模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 国统区的工业还形成了一定的闭环 比如中央机器厂 他为昆湖电厂制造发电设备 而昆湖电厂拿到发电设备 他就为中央机器厂供电 然后用电价来抵消购买机器的费用 中央机器厂生产动力设备和车床 也生产军火 为其他企业也是提供了不少装备 最后要来讲一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 主要是延安 大家知道延安的条件是特别的艰苦 小米加步枪嘛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共产党还是发动大生产 自力更生 大生产不仅是种地 也发展工业 这里面有必要提一提两个人的故事 一个是上海人沈红 他曾经是上海的企业家 那么抗日战争期间 上海的企业要内迁 别人去了重庆 到了国统区 他却跑到了延安 而且是找了一个借口 说我是要到西安去 到国统区去 然后到了西安 陈其丘去了延安 他去延安不仅是自己去 他还带去了十台宝贵的机床 和七个熟练工人 七个侠客 七剑下天山 还有一个人 四川人刘鼎 他接受了地下党的争取 决定参加共产党的工作 他年轻的时候学过制造业 上学的时候学过 比如电学 机械学等等 物理工科的 好多他都过了一遍 然后在上海的时候 做过特科工作 书里没有讲 我估计是跟电报有关 然后在方志敏领导下 造过排击炮 到了延安之后 还开过摩托学校 主要就是教大家 怎么修理汽车摩托车 但是后来没有油 只好停办了 当时延安也想念铁 没有铁怎么行 因为缺少煤 留顶就去探索 用木炭来念铁的方法 就把木头先念成木炭 再去念铁 烧木炭 通过这个方法 他们每天可以念铁高达一吨 就一吨铁 一天一吨 我们今天的中国的生铁产量 18年是7.7亿吨 而且为了念每天一吨铁 要烧木炭 把延安周围的森林 差不多都烧完了 我就想起来 毛主席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赞扬一位为人民服务的同志 张思德同志 那么张思德同志的牺牲的背景是什么 就是张思德当时是去烧木炭 后来牺牲在窑洞里 被把他的窑洞的砖给砸中了 这么说来 我觉得张思德也可以算上是一位工业英雄 艰苦当中也有有趣的一面 我看这本书 我看到一个有趣的地方 就是延安也有一批 很像我们今天的军宅党的人 当时毛主席和沈鸿对话就谈到 说我们延安有一批人强调发展重工业 说我们要是能够飞机避天 这个坦克塞野 那我们的战争会无枉而不慎 毛主席脑子很清醒 挥挥手否决了 说你也不看看你有几吨钢 但是无论如何 说明那时候的延安人还是很有梦想的 说了一些具体的故事 那这个阳鹏老师 他是要重新审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 那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他说这个战争一定会破坏这个现代化的进程吗 那经济学一定要排斥掉战争吗 那严鹏老师就说 这个现代西方经济学 他正是通过排除战争 才发展成了一门独立的自足的学科 这有一点像 我们小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 叫真空爱情故事 放到真空里 那个爱情才完美 那这一套西方经济学 可以把它称作叫真空经济学 那么严鹏老师说 这个政治经济学 他一步一步的摆脱了道德 摆脱了历史 摆脱了文化 最终又摆脱了政治 它才成为一门 纯粹的经济学 那他其实是在讽刺 经济学的这种发展 正像 有人说文学 摆脱了政治 摆脱了经济 才变成了所谓的 纯文学 又纯又无用 战争和经济的关系 在近代是 缠绵交织 比如拿破仑 当时为了对抗英国 搞了大陆封锁 把经济和战争的关系 凸显出来 那两次世界大战 都是总体战 动员社会的一切资源 去打仗 那让经济和工业 捆绑在一起了 反而把军事 从前台推到了后台 这个决定能否胜利的 是你的工业制造能力 所以严鹏老师提倡 作为学者 你要有一定的价值中立 你要克服 克制你对战争的厌恶 对 你讨厌战争 但是你在做研究的时候 你不要用情绪来代替理性 你不要装作 没有战争这回事情 当然 我们说工业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但也不一定 比如说中国抗战 没有输给工业发达的日本 但是代价特别大 中国和日本的伤亡比例 是18.7比1 将近19个人 换对方一个人 这就是代价 所以必须发展工业 发展装备制造业 那个曾经的时候 民国的时候 有一位思想家叫张太炎 他反对工业化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是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惨状况 所以他认为这是工业带来的 这就是我们人性的经常的一个弱点 你搞反了 你越害怕的那样东西 你越要去面对它 你要获取它 严鹏老师这本书里 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研究结论 就是通过战争 发达国家的工业反而更加领先了 那些你看法国德国打得很惨 但是它的工业反而会受到锤炼 它的技术会传承下来 而落后国家 你在战争中也得到了发展 但是发展的仍然是轻工业 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 那么战争期间的工业发展 也会留下一些遗产 这时候严鹏老师讨论了两个经济学家的争论 一个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李斯特 一个是赫克歇尔 他们俩都认为战争会带来经济的景气 不同的是两个人对这个景气的看法不一样 李斯特认为这个景气是好的 赫克歇尔认为战争景气只是一时的 你战争结束了 这个景气结束了 反而会给你的经济结构带来巨大的破坏 严鹏老师更倾向于李斯特 他就举例说明抗日战争 给中国留下了什么样的工业遗产 比如说国统区的西南工业人才 在新中国继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比如昆明的中央机器厂的工程师丛勉 他后来在新中国参加工业工作 他做了很多发明 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 对于战败国日本来说 战争期间的工业积累也成为遗产 比如日本造飞机的人才 转入了铁路部门 极大的帮助了新干线的发展 日本战争期间的总动员体制 也被战后的重建给继承了 所以日本战后重建恢复得非常快 所以严鹏老师引用了几位经济学家的思想 比如桑巴特 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 从来是在于战争和国家建设当中完善的 而不是像他们今天吹嘘的那样 全是和平的 所以严鹏老师说 我们今天强调工业要独立自主 要花大的代价去研发 有人说这样不划算 严鹏老师说 工业自主的理论 只能通过战争来检验它的成效 而不是通过市场来检验 比如说现在美国人就来检验我们的工业了 中美贸易战才让我们知道 什么样的技术 什么样的知识是重要的 那么看了严鹏老师的这本《战争与工业》 看到我们的先人 在抗日战争这种如此险恶艰苦的条件下 还上演了这样一曲可歌可泣的冰与火之歌 我想今天的我们面对贸易战 面对别人的挑战 没有理由 我更加有底气 更加勇敢